另外差一点走上绝路的这一对老夫妻啊 他们呢是在家里面接到了歹徒 假装是什么警察啊 或者是法官啊书记官啊 说你的钱啊在银行的钱被洗钱啊 你的房子要抵押出去啊等等的手法 让他在短短的11天之内呢 把家里面一笔又一笔的银行存款 加起来台币超过1800万元 一笔一笔的汇出去 差点连房子都要抵押出去了 还好呢是有警察啊 真的是房诈总动员啊跨海抢救 因为有一笔钱呢 需要经过香港的银行 结果呢刚好碰到了耶诞价钱 那笔钱没出去 所以替这一对已经不想活了的老夫妻呢 又救回了美金28万元 拜托一定要记住 这一定是诈骗电话 就是像这样在街头发放反诈骗传单 台北市仁爱派出所的园警李一杰 戳破一个大骗局 他那时候就是听我这样讲以后 他说我这个诈骗里面 诈骗宣传单里面他描述的内容 跟他遇到的状况很类似 他汇钱给所谓的这些假的这些公家机关这种模式 跟正常的公家机关 那种处理这些事情的模式不一样 李一杰从警短短不过一年时间 从护士衣官最后投身警戒 这回诈骗集团早上的是年纪71岁的林姓老妇人 去年12月1号歹徒假冒 警官法官以及书记官 骗老妇人他涉及洗钱 存款必须要被监管 12月21号被害人汇给歹徒所有的存款 一共有1800万 还把房子抵押出去 向银行借了1000万元 12月25号 歹徒要求被害人把抵押房子的钱换成28万美元 再会到香港 直到被害人在街头遇到的女警 才惊觉自己被骗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钱 就是在中间银行的部分 就是把他们顺利的拦截下来 警方联合起来跨海救钱 发现台湾会往德意志银行的28万美元 因为圣诞节假期还卡住 没有会出去 于是先列警示账户 再想办法把钱汇回台湾 协助老妇人的房子过户回来 存款被诈骗的一干二净 但至少不会无家可归 女警的高度警觉心 成功阻挡诈骗歹徒 中天新闻林玉生 郭昭琪姚立强 宜兰台北 综合报道